印度自己造不出轰炸机,于是请求俄罗斯将图22立方米迷火轰炸机卖给印度,俄罗斯没有答应,转而问中国想不想买,中国中有国产空6K,因此表示对图22立方米轰炸机没有兴趣,但是如果是图160战略轰炸机的话,会心难接受。 但是,俄罗斯表示不慢,图160战略轰炸机前苏联的产物,服役了俄罗斯空军30亿年,依然是世界上一流的轰炸机。 其一,全世界都没几种轰炸机,竞争者少,在冷战后,战略轰炸机主要作用在于核威慑,作为一个吞击技术,只有中美俄三国还保留战略轰炸机部队, 其中美国和俄罗斯规模最大,技术最为先进,而中国也在快速追赶当中。 其二,虽然服役多年,但由于苏联黑科技的加持下,图160战略轰炸机现在仍然是世界上航船最远,飞行速度最快,载弹量最大的战略轰炸机。 图160战略轰炸机在世界轰炸机排名上位于第二位,性能优胜于美国的B1B轰炸机。 由于运行技术的缺陷,还在美国B2轰炸机之下,我国的F6K较之还有不少的差距,还需要继续努力打造一流的战略轰炸机。 据说国产空20即将首飞,不知道会有哪些突破,你觉得能逼得上图160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